刚刚讲到说年产品的获利比较 你会不会做年纸产品获利比较 举例来说我只要把这个类叠换一下 换成纸类叠 然后这个类叠把它先拿掉 那你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多纸类叠 对不对 可是刚刚在纸类叠的一个分析里面 我们要看的是不是办公用品里面的收纳具 以及器具 回到这边 如果以纸产品类叠 我只要请老板关注 办公用品里面的收纳具 以及器具 所以可以看出来说 其实器具表现只有在4月很好 还有12月 这是蛮特殊的 那收纳具表现其实一直都维持还不错 只有4月比它低 12月稍微低了一点点 所以这边这些图只要换参数很容易的去呈现重点 就这样就会看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